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独立研制先进航发的国家 更是只需要一只手就可以数得过来 总观全球范围 根据研制航发实力为标准 大概可以分为五个梯队 第五梯队 摸到门槛 以印度和韩国为典型代表 它们有个共同点 都满载豪情装置 然而 再高的志向也架不住工业体系缺失的现实大链 印度搞到25年的卡弗里握扇发动机 砸了33亿美元 甚至连设计指标都一降再降 却始终不拿出成果 最终无奈被外来的通用电器F414发动机抢走竞标 韩国则更是悲催 跟空客 罗罗 通用 从2001年就开始陆续合作 甚至还担任过A380飞机发动机燃烧式模块的独家供应商 积累了一些理论经验 可无奈横发终究不同于一般武器装备 材料 加工等难题都不是说能拿出几个拼装货就能搞定的 第四题对 入门级别 以德国和日本为典型代表 这两国号称是东西方的机械强活 基本上可以说 只要图纸给到位 照葫芦画条造出台发动机还是没问题的 但两国也同样身为二战战败国 由于部分工业被先天性阉割的缘故 目前充其量只有组装的能力 没有独立研制的能力 知道怎么造 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造 也就是所谓的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 不同的是 德国因为靠近英法两个航发强国的缘故 没有自研航发的需求 而日本就没这么老实了 一直在试图掌握先进航发的技术 最近甚至还真的拿出了所谓第五代发动机 XF91 甚至扬言 性能指标直逼F119 第三题对 潜力十足 也就是我国 对于我们而言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且是长期制约战机性能发挥的关键因素 以前我们试诚苏俄 也因此走了不少弯路 早期WS10的推力 寿命 可靠性 均不如进口的AL31 我国对于航发的需求庞大 无奈 国产航发乏力 为了避免面临有机无发的尴尬局面 我们仍然需要进口大量 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发动机 以维持战机编制 从90年代开始 我们开始接触欧美航发的核心机 往这个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以及人力 并融入军民融合的发展方式 虽然目前被给予重望的WS15尚未公开 但从今年中海航展那台国船始发的表现来看 国产航发必将后劲十足 最近几个外国人买了架中国无人机 并疯狂虐待它 想借此看中国制造的笑话 微信搜索军事视频 关注公众号后回复关键词 中国无人机 看看国产无人机是否能为国争光 第二题对 以法国 英国 俄罗斯 乌克兰为代表的老牌航发强国 法国一般不被看好 毕竟没什么底子 市场需求也小 但还是可以搞出来性能稳定 成熟可靠的M88发动机 而英国作为卧喷发动机的发明国之一 有着极为深厚的技术底律 一个罗罗的EG200就足够喂饱整个欧洲了 至于俄罗斯 前苏联时期很厉害 但分家之后 许多技术被乌克兰带走是不完整的 不过还是那句话 瘦死骆驼比马大 那点老本 还是足够俄罗斯 啃出个全球准一流发动机的 只不过后进乏力 以后能不能拿出更好的 就难说了 要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愿意在航发领域合作 也许还会有点苗头 第一题对美国 这个毫无争议 其航发水平就像美军一样 在全球范围内属于孤独求败般的存在 全球三大航发巨头的两个 通用电器以及普惠都在美国人那里 随便摘出来一个都是横扫一片的级别 F119和F135两台发动机 更是军迷作梦都想得到的宝贝 而且美制发动机并非原地踏步等其他国家发展 它的发展速度也是相当快的 每年的资金投注依旧保持着相当高的数字 基本不存在技术断档 如今他们已经开始研究下一代变循环发动机 如果研制成功 将进一步拉大和其他国家的差距 大家觉得国产航发将在多少年后追上每只产品 乃至超越呢 欢迎在留言区交流看法 再来播福利 为大家推荐一款漠视生存手游 游戏中玩家将扮演一名侵存者 在资源匮乏 天气务烈 病毒肆虐 与队友并肩作战 建起人类最后的避难所 请打开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迷残户军事 下载我们官方APP 在游戏中体验开局一条狗 装备全靠减的漠视之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